香檳高腳杯美麗的花 是誰在這遼闊的大草原上搞浪漫呢 其實這是台東縣政府搭配熱氣球活動 所推出的熱氣球婚紗禮讚的活動 讓即將步入禮堂的新人 或是再次回味拍婚紗的夫妻 體驗細流熱氣球之外 又可以在主辦單位的精心安排之下 體驗一場浪漫的婚紗照 或者是高調的求婚 台東這個熱氣球嘉年華會 整個夏天都會在路野的高台來舉辦 那從7月11號開始的每個禮拜三下午這個時段 是我們保留給所有的 全國所有的婚紗業者 可以帶著他們的新人到這裡來拍熱氣球的婚紗照 我們希望一方面讓新人留下一個非常美麗的畫面 美麗的回憶 同時也希望新人們都能夠體會到台東之美 然後能夠到台東來結婚 在此浪漫的氛圍之下 一對交往了十年的情侶 也在南方的精心欲謀之下 以及眾人的歡呼聲當中 女方終於首肯完成了求婚的願望 喬喬先生的神秘嘉賓 台東縣長黃劍迪 以及縣長夫人陳林彥 也到場中賀並給予祝福 不知道 對然後我以為只是要就是假裝一下而已 對 非常確實心情是滿驚訝的 對然後不知道說今天其實也是求婚這樣 對啊就還滿開心的 對 另外這次熱氣球嘉年華所舉辦的幸福宣言票選活動 獲得網路票選最多的情侶 也免費搭乘熱氣球細流體驗 並且進行婚紗照的拍攝 我在網路上面PO的幸福宣言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左邊的三個字 每一個每一句的字頭的第一個字呢 組合起來呢就是我愛你 從藍語浪漫婚紗或者是前陣子所舉辦的全國未婚聯誼 一直到10月份為止 台東縣政府推出了100年婚禮觀光系列活動 從聯誼、求婚、開婚殺照、聯合婚禮到婚宴等等 全部都一手包辦 讓想婚的男女享受台東的風光明媚 在台東遞節年齡 多太新聞 台東主席來喔